为什么卢卡库这么没用 像凯帕当初谁会看好值8000瓦 往外说的话 马夏尔 菲利克斯这种 买的时候也是绝大多数人不看好能踢出身价 俱乐部能买卢卡库完全是因为 相对于买凯恩哈兰德操作难度低 图赫尔估计也没想到 一亿的中锋使用起来局限性这么多 船中对落点判断差 背身做球一般就会蹲进区等柄 这和压脖子有啥区别 他进那几个球换压脖子一样进 他那是蹲坑的 他是冲刺的 蹲坑不行 当时伊卡尔迪在巴黎过得也不好 其实可选的中锋 挺多的卢卡库对高空球判断不准 都快十年的老问题了 制服组会不清楚 另外背身做球真不弱 禁区等柄是呆的一笔 你一个都喷不到点上 卢卡库这背身做球没看出 比哈福茨强到哪去 就踢利物浦 那个下半场有两次 哈福茨也有两人两人包夹下 把球传到前面 最后形成进球呢 因为实力就在那 俱乐部肯定知道他实力如何 买他更多在于没有选择了 而且必须得有另一套打法 谁知道就这么低的要求都达不到 图赫尔的初衷 不过是前锋能带来战术上的改变而已 然后到现在还是没融入体系 买不到第一目标哈兰德 然后一顿骚操作 制服组不是第一次这样干了 作为中锋德华比憨憨高了两档 德华背身能力可以说第一人了 而且护球支点能力都非常优秀 而且有一脚远射这个 真的不是憨憨能碰瓷的 说实话除了身板和冲刺能力都没法 和德华比他最强的地方就是反击 转好身 冲刺 单吃一 两个后卫没问题 卢卡库要冲刺空间 说明书在孔帝手里买战装的 真应该买伊卡尔迪 他虽然不怎么跑 但是把握机会机会的能力 还是比卢卡库要高两个档次